唐太宗李世民有多狠毒,不仅除了二兄弟还一口气杀掉十个侄子。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之一的所开创的。 甄冠之治是中国古代经济最发达、国力最强势、民众最富庶的朝代之一。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已成为千秋工业的代名词。 然而人性是复杂的李、时事复杂的李世民,不是完人他的一生,也干过不少恶心事一世凶杀的唐高祖李渊继位以后。 封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渊继,为齐王三个人当中李世民不但由勇有谋身边又有一批出炉防玄灵、御时静德、秦书宝等文武人才, 因此微信极高626年6月,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伏将太子李建成,其王李元吉诸杀与此同时, 李世民还派部将率军将太子李建成的儿子安禄王李成道, 河东王李成德、武安王李成迅、汝南王李成明、巨禄王李成义, 以及李元吉的儿子梁俊王李成业、御阳王李成伦、浦安王李成蒋、江夏王李成玉、 一阳王李成渡,不论长幼,一律出死,二也兵乱国。 李世民为了夺取天下向北方幽牧民族突厥称臣, 借突厥兵乱中原首创中原汉人王朝向北方幽牧称臣的时代李渊, 和李世民三十多年向突厥称臣卖国求冲,若能从我不亲百姓。 如果战争不可避免轻举国之力争讨也没什么不合适, 但是大兴土木只为一人声色全马, 就属于贪暴行为了李世民恰恰乐此不疲, 他亲自抓鸡舰在长安、洛阳等地营造规模宏大的宫殿真冠, 二十一年六百四十七年四月李世民前京城, 温热便在林铜黎山顶上修筑了翠卑宫三个月之后, 又指责宫是小企, 辱墨了大唐威一便重修了玉华宫李世民晚年暴露出了形形色色的动物性, 尤其对少女美色贪得不厌, 真冠十年六百三十六年六月年三十六岁的长尊皇后死了李世民去了, 一根,弦内柱, 他愈发表现出贪恋酒色的本性, 他从来就没有中断过solo美人, 冲刺猎亭后来的武则天也是这个时期进宫, 当时小姑娘仅仅十四岁, 由于貌美乖巧很快变成了才人, 皇帝墨留的小老婆, 为满足欲望李世民连弟妹都不放过, 弟弟其王元吉, 此后弟妹杨氏,迅速成为李世民的这边人, 卢江王被杀后他的爱姬, 也被破钻进了皇帝的被窝肆无忌惮的性生活, 掏空了皇帝的身体, 这加剧了他健康状况的恶化李世民, 闹得太出格门了游猎寻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降临 李世民连输赢 李世民 货阳 舞梁表明 态度真正称og仁,